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吴清宫指出 4月4日 华晨宇和邓紫棋分别唱了对方的歌 就等于是正式官宣了邓紫棋帮唱华晨宇 两人互相称对方为吃货 还约定哪天要一起吃东西 姐姐是邓紫棋粉丝对邓紫棋的爱诚 这也表示华晨宇是邓紫棋的粉丝 让我们把思绪回到2016年 2月7日是华晨宇的生日 由狗仔拍到邓紫棋来到华晨宇北京的住所 共度生日 疑似恋情曝光 作为当下新生代歌手中的领军人物 华晨宇与邓紫棋在90后歌手中各领风骚 更有传言说他们2015年10月份就已经在一起 还拍到了他们一起公园游玩的照片 华晨宇和邓紫棋最著名的亲热举动就是在机场的摸头沙 但是被双方否认了 至今这段恋情也没有大白于天下 两年前 邓紫棋和华晨宇在乐坛的地位差不多 如今 华晨宇在乐坛的地位与日剧增 已经超过了邓紫棋 邓紫棋也有了名正言顺的男友 所以他们之间是不可能的了 那么到底是谁激发了华晨宇的好胜心 邀请前飞文女友邓紫棋来帮唱呢 难道华晨宇这么在乎这个歌王吗 说到底还是来自天鱼的内部竞争 不过这个威胁不是来自欧豪 因为欧豪已经是欧老板了 加盟了黑麻衣营业 成为股东 等欧豪和天鱼传媒约完以后 肯定不会许约 他会自己单干 华晨宇的威胁来自张心诚和于朦龙 从天鱼传媒最近的招新海报中可以看出 欧豪市占C位 但是张心诚和于朦龙的位置也不错 这两个人年龄都比较小 而且主攻影视 爆红的概率很大 他们短时期之内也不会单干 是有可能和华晨宇抢天鱼一哥的 所以华晨宇迫切需要歌手2018的歌王荣誉 来稳固自己天鱼一哥的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